各位朋友們 決戰多空的時刻到來了 我們從日線上看 之前很多人都說 之前已經碰到了趨勢線 我認為我們只有現在 就是現在 只有現在 我們才能說它碰到了趨勢線 首先我們先打開磁鐵 開弱磁鐵 然後我們再打開射線 我認為之前都沒有碰到 但是我們剛剛就在剛剛碰到 我們連結最真間的地方 還有第二個高點的位置 那你可以發現 我們目前比特幣的價格 它已經來觸摸到了趨勢線 尤其是剛剛的針 它已經插來了趨勢線附近 已經插到了趨勢線 那我認為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號 什麼信號呢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它右邊所走出來的這一根K線 就單單這一根K線 它就把我們前面的跌幅 都給吃掉了 所以其實以當前的排名來說 從日線 從日線這個級別 多頭它依然是比較強勁的 那其實按照我們之前 在前幾期節目當中所說的 交易計畫呢 我們其實是在尋找做空的機會的 不過呢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我認為只要我們來觸摸到趨勢線 甚至我們突破趨勢線的時候呢 行情就會改變了 也就是我認為我們做交易呢 就可以開始做多了 只要我們突破趨勢線的話 那今天晚上接下來的幾個小時 甚至接下來的幾分鐘 會是決定未來幾週甚至一兩個月 多空非常重要的關鍵時間點 那我等一下很有可能會為大家開一場直播 其實從當前的排名來看呢 我們切到小級別 切到 比如說4小時級別 我會認為呢 只要我們前面的這個高點 大約在27500吧 如果27500被突破的話呢 我會認為我們至少短期的空單 就是背靠趨勢線 或者說我們背靠主力所做的空單 都一定要出場 甚至這個地方如果來到的話 我自己手上一定會持有多單 一定會持有多單 那就表示我們的趨勢線已經被突破了 其實趨勢線是斜的嘛 你說價格什麼時候突破那真的不好說 但如果說前高被破的話 那就一定是破了 而且甚至突破前高點 它會是一個好的加倉點 那我們可以再把幾邊呢 我們再多看幾根K線 然後再把圖表再往上拉 我認為如果說我們能觸碰到28200的話呢 那麼我們從中長期來看 也就是這兩三個月呢 比特幣的價格要跌破25000 它都是很難很難的事情 也就是我們要跌破25000 至少都要等到年底前 那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能突破28200的話 那如果說這條趨勢線被突破的話呢 就是我們現在白色一直強調的這一條 我認為我們的目標價位呢 是可以看到我們在上方 至少至少都可以到29000 甚至我認為 我認為一定可以到30000 如果說這條趨勢線可以被突破的話 而且呢 我們有可能到達的速度會非常快速的 所以今天晚上很有可能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倉點位 那當然喔 你說突破趨勢線 代不代表它可以突破320000 代不代表它可以突破320000的很重要的主力位 然後一直到達我們更上面 比如說360000 比如說44000 這個不好說 但是我們突破趨勢線呢 我認為我們看到320000 看到至少看到29000 這個是絕對合理的目標價位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晚上 它會怎麼做抉擇吧 非常感謝各位 喔對了 那你剛不是要做抉擇嗎 其實我們可以看 它往上拉的這個過程 它在前高 也就是26800的位置 完全都沒有做停留 那這個 肯定就不符合我們剛所說的這種行為 好 非常感謝各位 如果大家想參與這筆交易機會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 可以使用下方的Bybit鏈接 現在只要新用戶 KYC入境100美金 就會送你30美金的現金 而且可以提幣走 那BigGap 你只要是新用戶 KYC就送你20美金的體驗金 再加上盲盒 數字貨幣的盲盒 不用入境不用交易 沒關係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幫我點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拜拜